早上這個上課應該還好 我們這個 不過我們 蛤 對 不過這個 像我們這裡上課大家算說 看起來都 現在如果在更學校的年輕的小朋友 那個早上上課是很麻煩 因為現在孩子晚上都什麼 都晚上不睡覺早上不起床 他們都晚上都上網 他們都很晚才睡這樣子 那我想今天我們這裡應該是還不錯 這個 大家看起來 我不是說各位年紀大 我是說大家是稍微都離開那個什麼 那個小孩子那個階段應該是比較遠一點 不過這個 我看這個剛開始上課 我們講個笑話好了 這個也不是笑話 這個最近不是我們 這個 不是有一個 連聖文不是有一個廣告嗎 這個 什麼 爸爸很有錢什麼樣子 這個 這個有的時候真的這沒辦法 這個 這個 有沒有一個有錢爸爸 這個都不是我們每個人可以挑的 所以在說 出生的時候 你爸爸有錢沒錢 這個 由不得我們 我們沒有錢 但是 有的人 有此一說的話 就是說 這個 好的老婆 或者是挑一個有錢的太太 或者是挑一個有錢的先生 這個倒是說我們自己可以選擇的對不對 那以前啊 那時候我還沒有當校長 我話題聊聊聊聊聊 聊到說 這個有一句俗話說什麼 這個男生啊 那男人如果娶到一個有錢的老婆 可以少奮鬥十年 有沒有聽過這句 三十年 對 沒關係 反正他們就跟我講 他們講講 越講越興奮 而且好像還像真的一樣 他們竟然 剛好那時候我在旁邊 他們就說 學生竟然跑過說 所長 所長 我們同學 我們同學在講講說 人家說 男人來講 娶個有錢的太太 可以少奮鬥十年 老師你覺得 你覺得對不對 他們在問我的意見 我就跟他們講說 對我贊成 而且我自己是深深的認識 真的是可以少奮鬥十年 那同學他們聽到我這麼講 他們就覺得 老師連你也這麼想 看起來不像耶 老師你怎麼 你也認為是這樣 我說 這個沒有錯啊 我說 這個 通常有錢人家的女孩子 個性會比較焦重一點 對不對 有些人女生會比較焦重一點 然後 然後怎麼樣 男人如果娶這樣子的太太太 來講 你整天都要受氣 所以 通常這種男生的壽命 會比正常的壽命 少十年 所以可以少奮鬥十年 你們覺得有沒有道理 真的啊 你 你如果說 你男人想要少奮鬥十年 你就想辦法去娶一個有情太太的話 那每天受氣的 我想 少活個十年是很有可能 好 OK 怎麼 找人是 然後找誰 李樹葉 有沒有在這裡 沒有 OK 這個 所以說有時候 有時候這個講話 要聽全部 不能聽一半 聽一半 他們說 怎麼看不出來 老師你怎麼也會這麼 這麼勢力啊 或這麼 怎麼你也會認同這樣 我說沒有 我 不只是認同 而且我相信一定是 最少少奮鬥十年 所以這聽話要聽清楚 就像 有一個孝頃說 一位 爭轎的阿伯 他很出門 有一次他要坐 他要在台北看 看好生 坐飛車 對不對 他買車票 買到普通車 搬車的車票 但是他要坐 就坐一塊車的車房 結果那個列車長 車長就來驗票 看到 阿伯阿伯 你這個 車票要剝票 阿伯就很疑惑的跟他講 車票要剝票 車票咬就咬要怎麼剝 他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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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咬也是你們咬的 你要叫他剝票 要做什麼 你的身上就覺得 沒有要說不行 就跟阿伯說 沒有 不是 剝票不是說要去扣 剝票是說 因為你的車票 坐車要塞比較慢 我們這台車塞比較近 所以你要再剝錢 這阿伯就想起 說 奇怪 沒有你 你叫剝票塞比較慢 我也沒有管時間 對嗎 對嗎 這阿伯才說 你叫他車子開慢一點 我又不趕時間 那這個 我媽媽要塞掉了 塞得快要剝錢 那列車長就說 沒有啦不行 這車幫就固定 就不能塞班 阿伯就想起 就說 這是什麼政府啊 這麼奇怪 我跟我們鑽頭 騎到快要 開公園叫他發錢 趕車塞比較慢 也不行 也要叫他補錢 他說 騎到快要快要發錢 趕車塞比較慢 也不可以 叫他補錢 你說這 你這是什麼政府啊 好 那我看 有幾個是趴下來睡覺 現在大部分都起來 那我們就繼續上我們的課 我們節省時間我把一些 那預算編製常見的一些缺失啊 這是我個人看就是說 那預算那不是看到他們的一些缺失 我說 站在我們人民站在審查公共的缺失 搞不好這 站在編製不然這是他們的 他們條過要怎麼編的 那我們節省時間 我全部 我列出來有差不多十項 我整個把它列出來 好第一個來講 那預算來講 最常看到的缺失 第一個就是說 預算編製會配合 國家總體資源的需求模式 這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預算來講 你政府編的來講 你沒有配合 你國家你到底規模 或者你的整體的資源 這個模式是多少 這個 這個 這個道理 我們大家都知道 但是說 你如果說是說 你沒有按照這個來編度 你整個預算 整個都亂了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 馬總統以當時競選的 的口號是什麼 633 633 6336是代表什麼 我們國民 那個GDP是成長率是 6% 但是 我們知道從他上任以後 我們的 那個GDP 成長率有沒有6%過 沒有啊 現在都是1 2而已啊 但是如果說你現在編的是 還是按照6%的成長率來估計的話 你我們這個預算怎麼樣 是不是根本就是完全都是失真嘛 所以第一個一定是要什麼 我們的預算 我們第一步我們要看到 他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按照這一個什麼 這個 國家總體資源的供需模式 你的供給需求 到底多少 這個 大家一定會想想說 這個 這個 這個怎麼可能 沒有6怎麼可能 但是還是要注意 因為有的時候來講 我們很多政府的政策 就是說 配合政治的需求的 他很多 反正錯了就錯了再說 這是我們真的 第二個就是說 稅入低估造成國家資源的 選擇造成公債政策 我們知道說 差不多上個月吧 大概 我印象沒有記錯 應該是上個月 還是上上個月 在報紙上你們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一個消息 不是說我們財政部 還發布說 我們今年度的所得稅 超增的100多億啊 這個看 大家看到覺得怎麼樣 很高興嗎 這個 如果說在我們個人 我今天如果說 我今年我突然說 我 我 我個人的預算 如果我今年的收入突然 增加了100萬 有沒有很高興 當然很高興啊 比如說我中樂透 我本來有預期 有沒有預期說 我會中樂透 不會說但是我 我印記很好 我中了100萬 好不好 很好對不對 我個人的話 如果我家裡 如果 比我預期中 多收入了100萬 多超收 但是如果站在公政府裡面來講 那天那個 我那時候報紙登出來了 我看好像很多人 還覺得很高興 這樣不錯 我們的政府的稅收是超收的 那代表好像我們的收入增加 其實這個好不好 這個不好耶 我們知道說 政府的稅收會超收有兩個原因嘛 一個當然就是說 我們的國家的經濟景氣比預期的好 對不對 有沒有 沒有 我們最少我們今年度 我們的國家的經濟 並沒有比 並沒有說有大幅的 或者意外的回升有沒有 沒有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什麼 就是你當時你的稅入的 預算怎麼樣 有低估嘛 對不對 那低估的話 我們知道說為什麼會低估 因為這一個什麼 這個財政部來 我們政府來講 他們對於稅入來講 他們會採取一個什麼樣子 他們會比較喜歡什麼 喜歡低估 低估是怎麼樣 低估的話就是說 他們的預算目標 會不會比較容易達成 然後可能一般人 不了解 會以為說 那個你達成了 而且甚至還超收的話 其實好像覺得說 這個會把我們個人的這種 理財的觀念 好像政府的稅收抄收 這個是一件好事 其實這個稅入如果低估的話 其實這個對我們 並不是好事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說 你如果說稅入低估的話 會造成你整個的公債政策 是遭到扭曲一樣 因為我們知道說 剛才我們已經有講 講說公共理財是要亮出為路 你如果說你的國家的支出是固定的 那個是另外一個控制的方法 你去控制說 你這個支出是不是有合法 有必要性 這個如果說 有經過立法院同意 你這是怎樣 那你接著就要去找錢 那找錢 我們知道說政府的財政的收入 他的錢有幾個來源 你們想到政府的錢 當然最重要的來源是什麼 像人民繳稅嘛 加稅嘛 就由大家納稅來繳 第二個來講就是怎麼樣 去發行公債嘛 或者是去中央銀行去印鈔票嘛 去增交戶債嘛 那第三種是什麼樣 第三種的話就是 變賣國有財產嘛 事實上政府要錢的來源 大概不外乎有這三個 那這三個裡面來講 我們知道說 一般人民來講 最不喜歡的是什麼 最不喜歡的是加稅嘛對不對 但事實上來講 在政府落支出裡面 加稅來講是政府最負責任的做法 為什麼 因為加稅的話是由誰來講 是由現在活的 現在當代的人來講對不對 有我們 那既然當代的人 你要給我加稅 我會不會痛 我會痛 所以我會不會喊 所以政府的話壓力會最大 所以加稅的話是政府 最不喜歡的 那第二個來講 他如果說去增加負債去舉債 舉債是由誰來負擔 由下一代的人來負擔嘛 那下一代的人會 現在還會不會講話 還不會講話 那個說實戰你把它加稅 那反正當代的人 像我們反正你不要 不要讓我多繳稅就好了 那下一代下一代再說 那第三種的話去變賣 那變賣國有財產的話 那是由誰來負擔 由上一代人來負擔 那上一代的人會不會講話 也不會 上一代人搞不好也不在了 對不對都死掉了 所以說政府來講 他的財政收入來源的話 有三個裡面 那加稅的話是 其實是最不容易受到人民的認同 但是其實卻是政府最負責任的做法 那政府來講 他最好他怎麼樣 他就是說反正他是舉債 或者是變賣財產 反正這個是比較不會被人家罵 但問題是舉債的話要不要還 要還要還 那你把這個什麼 國有財產 或者是把以前人留下來的這些 一直用掉 這個對國力有沒有傷害 都有 所以說在這個情形之下 政府來講他很有可能會什麼 會低估 如果說他低估 我們的稅收對不對 他是討好我們這些人民說 我沒有給你們課很多的稅 但是他低估了以後 但是你這個支出 又是一定要的時候 會怎麼樣 會變成是說 你本人你不需要去舉債的 你就去舉債 所以會扭曲了我們這公債的政策 所以說我們第二個的話 我們在審查他預算的時候 我們要知道說常見的這些書師 這個政府他很有可能會做這個動作 所以說剛好是 應該是上個月還上上個月 就前陣子不久的時候 我們財政部公佈說 我們的稅收超收多少 很多人還說這個不錯 這代表我們的財政什麼 越來越穩健什麼 其實這裡面來講 這個是代表的是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 你超收多少就 不是我們的景氣變好 而是我們當時就低估了 那低估的影響是 我們的公債政策會受到扭曲這樣 第三個的話 就是稅出的結構無法均衡發生在各項國政 因為我們知道說政府的支出來講 它本身會不會有排擠的一個作用 會啊 你這個錢如果說固定的話 那你如果說你多用在這裡 你可能別的地方就會少用在這裡 那我們知道 我們會不會有這個現象 有 我們這個稅出的話 會有這些集中的這些現象 現在這幾年有比較好的 以前在早期的時候 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的一個 我們台灣的一個國家目標是什麼 我們台灣的定位是一個什麼 我們是一個緩攻復國的復興基地 我們的目標就是要怎麼樣 緩攻大陸解救大陸同胞 如果說年紀差不多跟我一樣 或者比我稍大一點了 剛剛南港聯的 這個印象一定都 是不是都 以前我們小時候說 我們的目的我們就是緩攻大陸 對不對 所以在緩攻大陸這個前提之下 其實我們把我們國最高的時候 把我們整個國家 預算的差不多三成多 都用在哪裡 用在國防 那你想想看 你用在國防的 你國防就佔了這麼多以後 你其他那麼多部分 你能夠分的 是不是會受到這個排擠 會喔 那受到排擠了以後怎麼樣 你一個國家如果說是說偏重在哪個 這個都不是一個那個 一個很好的一個辦法 你如果說受到排擠 搞不好排擠到教育 是不是我們的小孩子 其實像我們小 以前的話 為什麼現在小孩子有營養午餐 為什麼我們 像我那個年代 根本沒有什麼營養午餐 為什麼 因為不可能有錢來辦營養午餐 所以說我們那年代的小孩子 有沒有看到 我們那年代的小孩子 普遍身高都比較沒有 現在小孩子真的 可以看得出來 身高又比我們那個年代的 又高了一些啊 對不對 各位我不知道 這個大家想說 那個老師你到底是哪個年代 我跟各位報告我快60歲了 我是四年級的 差不多四年級的這個年代的話 真的現在的小孩子身高 真的會比以前我們那個年代的 小孩子真的是普遍我們台灣的 那是什麼 因為以前真的 我們像營養午餐那個 為什麼現在可以做以前不能做 就是以前來講我們很多金會就是 被 用在國防 所以我們就排擠到其他的那個 好那 那現在這幾年來講 因為 大家也有改善了 但是 我個人來講 還有另外一個擔心 就是國防的話又要再一個什麼樣 再一個 一個前坑我們現在要改募兵制 那你想想看募兵制 這個在 如果說 要硬要推這個募兵制下去的話 你想想看募兵制這要花多少錢 你這一個 這個像以前那時候 我們那個年代 我當兵那時候 反正你一五一 反正二兵一個月薪水八百塊 你說現在八百塊 你要去哪邊誰去當兵 不可能 你現在是在當兵的話 你最少好像現在一個月那個士兵 一個月三萬多塊 對不對 你現在看這些的話 又要花多少 那會不會又把值 所以昨天禮拜五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行政院長來的 那江院長來的 那質詢的時候 我就有問他這個問題嘛 我第一個我就問那個 江院長說 這個 院長你認為說 中國是 中國是不是我們的敵國 我本來 我說想法答案 如果院長跟我講講說 中國不是我們的敵國的話 我就說 這個無敵國外患啊 國恨王啊 就是院長 你這個沒有這種 這種國家 這個危機意識 所以我們台灣才會有共諜案 才會有什麼 泄密案啊 什麼這個軍人 這不知為何而戰 這個就叫他 如果說他說 中國是我們的 後來行政院長 他是給我回應說 對啊 中國對我們有威脅啊 對我們台灣有威脅 我就說對啊 那如果說我們台灣現在有威脅的情形 現在全世界有外國 有敵國威脅的國家 比如說像以色列像南韓 全世界的這種有敵國威脅國家 都是採真兵制 那我們台灣有什麼條件 採用這個什麼 採用募兵制 行政院長就答不上來 他就在言語他講不上 我就說 我就跟他講講說 你知不知道說募兵制來講 可能會帶來台灣的國防 有兩個很重要的問題 一個問題就是什麼 這個國防的支出 會不會又是台灣另外一個前坑的開始 你要花多少錢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說 募兵制其實我們到現在 其實募兵的效果並不好 找不到人沒有人要去當兵 那你想想看 你這種找不到人才當兵的話 你這個國軍的素質 會不會下降 你這個人員找不到 當然這數字會下降 那那院長就答不上來 他說那他們請那個什麼 請言明請國防部長回答 我說好啊 請部長來回答 部長 嚴部長來他就跟我說 報告委員 沒有我們這個 這個預算沒有用很多啦 那我們這個募兵的狀況 也還都穩定 還都很好 我就跟嚴部長講講說 這個部長你講 這是你講的 我們這是在立法院 這個都國會的尋答 這個都有紀錄喔 你國防部的聯絡人 一天到晚都來我們那遊說說 要增加預算 說這個什麼 要募兵都要增加預算 那你如果說你認為說都沒有問題的話 那是不是我們以後這些募兵的宣傳會 我全部都把你刪掉 這個 所以我們在想講說這個 我們在審查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把它注意是說 它的稅出結構有沒有均衡發展到各個正式 你一個國家來講 真的是 你不能夠說太讓它太偏會到某一種方面 而且這個影響可能會真的是會影響出來 我想真的只是我舉國防的這個 這個例子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那第四個就是 中央集權的財政結構會影響地方自治 我們台灣來講是很明顯的話 我們整個的財政來講我們的預算 都是採用中央集權 大部分的權都集中在哪裡 集中在中央政府裡面 我們 我不知道我們有沒有來自於比較中南部的 我們中南部有些鄉鎮 一年的預算 比如說有一些鄉 像我自己我是彰化那個什麼 大春鄉 那個很多人搞不好都沒有聽過的一個小地方 一年的我去了解 一年的預算才差不多十億 十億的話 十億是其中的人事會 基本的水電開銷就佔了五六億 你想想看一個鄉一年才剩下多少 能夠做什麼事 其實你要怎麼落實地方自治 地方那個 所以說這個的話 中央集權的話 這個會造成地方自治的發展 那這裡面現在來講是一個 當然是中央跟地方的不平衡 這個我們中央政府有絕大多的財政 那現在還有一個新的一個什麼 地方跟地方的不平衡 以前來講大概我們台灣是只有台北市高雄市直轄市對不對 其他都是縣市鄉鎮 雖然是少是少 但反正是大家都一樣少 大家都 但是現在台灣這幾年我們這個地方 這個組織又有個改變 我們現在變成是五都 現在今年又變六都了對不對 那現在就變成是六都與非六都裡面的什麼 那就差很多了 以前是大家都一樣少 那或許是窮歸窮 但是總是大家一樣窮 現在以後來講 變成說台灣市會有的是直轄市 有的是非直轄市 那這個都就會越來越嚴重 所以這個是我們中央跟地方集權的影響 那第五個常見的書詞就是說 他預算科目編制不當 隱藏性的預算很嚴重 那我們知道說他可能就有很多 在編預算的時候就做一些什麼 一些調整 這個隱藏性的預算非常嚴重 這個像剛才我們有講講說 以前來講不是說 我們不是說國防預算比例太高嗎 不是大家都在罵嗎 那後來政府就要改善 怎麼改善 他們就是說 要把這個國防預算的比例下降 把什麼其他比例上升 這個他們有很多種話 其中有一招他們是 就像這個我們知道說 陸海空三軍官校 三軍官校來講我們的直覺 是不是三軍官校是培養什麼 培養國軍的軍官幹部為主的 他的支出目的應該是屬於國防還是什麼 還是教育 當然我想我們一般都會 我們一般人都會認為說 這三軍官校這個是培養國軍幹部 這當然是要貫徹你這個 訓練你的幹部 這當然是你的什麼 這個國防的這個預算 但不是那個政府 三軍軍官協校 他有協校這兩個字 有協校他就是屬於什麼 屬於教育工作 所以他們就把三軍官校的預算 編到什麼 編到教育裡面的預算裡面 那國防的預算就降下來 那教育的經費就增加 那這個的話 各位覺得說 這樣子 這樣子有差嗎 他只是跟你玩數字遊戲 把你科目 科目調整 但是把預算 國防預算隱藏到教育 隱藏到很多地方這樣 所以他們可能在編預算的時候 會有很多這些共鎧這些美港 那這個我們要在審查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 那像今年來講 我們這幾年來講 我們政府也在喊著這個組織再造 那今年在預算審查 這個應該也是一個重點 就是說檢討組織再造的預算方案 我們知道說組織再造來講 大概我們要它的成效好不好 大概是不是從兩個來看 一個是從人有沒有減少 一個就是說從這個什麼 它的經費有沒有減少 你如果說沒有更節省的用人 或節省的用錢 蔣醫師 那你組織再造要幹什麼 對不對 組織再造當然的目的就是 要達到說 我們能夠說減少用人 或減少用錢 那減少用人 其實現在已經證實是什麼樣 是失敗了 其實我們組織再造 我們的公務員人數 並沒有減少 我們減少的用的並沒有 我們減少的公務員人數 我們現在很多行政單位增加的是什麼 派遣人力啊 所以現在政府是公務單位 政府反而是我們國家最大的派遣人力的用戶 所以在用人上來講 我們的組織再造效果是不好的 那剩下的就是今年 大概最少我們台聯黨來講 我們會把它很在乎的來 這個會期預算審查 我們來看說 那你用錢有沒有節省 如果說有節省 才是代表你組織再造有效 你如果說連錢也要 還是花一樣多的錢 那組織再造幹什麼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組織再造 也是我們這次檢討的一個跡象 然後再來的話 第七個就是說補辦費用 或者是補助費用很糊爛 是廣結善引還是尋求政策的支持論點 還是說稱當門面的功績 我們知道說政府來講 有很多的這些補助或委辦的經費 這些經費來講 其實這個我們在預算審查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給他看一下說 他這個經費用的是不是很確實 我們知道說有很多的這些委辦經費 你給他通過了以後 那到這個什麼地方所長或機關所長了以後 他可能去做什麼 做他的這一些基層的綁裝的這些作用 有沒有可能這樣 有可能很多啊 這個來講他把你編了以後 他去的時候 比如說我是縣長來講 給我10億的這個什麼預算 那我這10億怎麼樣 我都分配給一些什麼 支持我的這些鄉鎮長啊 你如果另外一派不支持我的 我一毛錢都不給他 有沒有可能發生這種事 很有可能 尤其是葉鄉下這個 而且這個除了說 這個第一個是說他們把這個補助款 或者是委辦款拿去做這些 個人的這些裝腳的綁裝之用 另外還有一個是說什麼 即使不是這樣 他去用的話有沒有用得很確實 這個也是值得我們來注意啊 這個在上個會期最後通過一個法案是一個什麼 五年五百億的那個五年六百億的什麼 治水防洪計畫啦 講一次實在這個治水的預算 這不管國民黨民進黨台聯黨或者是 任何一個委員有沒有人敢去擋這個法案 沒有人敢擋因為怎麼樣 因為這個你如果說你把黨 你把黨 你把黨 明年如果真的是台灣 如果說哪次如果說真的是下大雨 做洪水的 水災來了又發生的什麼 人命啊財產什麼 那你這個民意代表你不會罵死才怪 對不對 所以這一個這個預算來講是大家都無意 但是我個人一直認為說 這個是不是真的 這樣子就真的是最好 因為我們知道說這一次的這個 防洪治水計畫這個經費 這已經是第二期啊 那第一期的經費裡面 我去給他看的話 真的有的 有的我們看的我們會真的 那跟我講一句台灣話說 真的會吐血啊 我發覺說 我們上一期的話 五年八百億的時候 我們發覺說 其中有很多錢是用在哪裡 他是用這個什麼 用 用 合體景觀來做防洪 當然我不是說我們這個河川 你把它做景觀不好 而是說你如果真的要做景觀來講 你可以另外再編預算 另外再跑程序 你來做這個什麼 這個景觀工程 這個 我個人並不反對做景觀工程 但是我並不贊成說 我們把這個什麼 防洪治水的經費拿去做景觀工程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子 要你這個防洪治水的錢 你應該是該用在做水壩 做防波體做什麼 這些跟治水有關的啊 那你拿來做這個景觀工程 你要做步道做公園 這個真的是 是不是說這個如果真的颱風來的話 是不是還是一樣一點防洪效果都沒有 但是你看 有的時候就是為什麼會這樣子做 如果說你是一個縣市長 我如果說這個錢我拿去做這個防洪工程 這個下去 假設做了也沒有人看到 但是我如果說是把這個什麼 合體啊提編的提防工程 把這個公園啊步道做好 你看每天有多少人在那邊 早上在那散步在那邊運動 這個是某某縣長某某市長做的 這個 這個就是說我們要看的話就是說 這個補辦尾辦的經費 這個是 是不是太過於忽難 或者是說用途是不是用在廣結善延 或者是在尋找他綁裝的這些作用 這點的話是我認為說 這個我們在預算審查 也是真的要很在意啊 因為有很多的首長來講 這真的我個人是很不以為難 就是說有些東西的話你要做的時候 你真的你要做景觀 我個人也並不反對 其實如果我們河川地都能夠做景觀 很好啊但問題是你可以另外編預算 那不應該這樣 那除了說這些行政單位的地方所長這個以外 其實就是立法院來講 有些立法委員來講 這種委辦的補助案來講 真的有些有些立法委員 我個人也覺得說 我個人也是雖然是同事 但是我也覺得說很不以為難 這個 這個以前 那時候我還沒有當立委之前 我在當校長的時候 那我想我就不要講說是哪個 哪個在中部 中部地區選出來的一個立法委員 這個 這個在預算審查之前 他每一個每一個學校他都寄張 寄個通知 說你們學校什麼 哪些預算要刪除 你想想看 一個校長如果接到一張這樣通知 會不會很緊張 當然很緊張啊 那有的有的學校校校長 這個一定要親自跑去了解溝通 到底怎麼會 最少我 接到這個通知我都不理他 沒有一個校長敢這樣 最少我沒有自己校長親自去 最少我也找我的會計主任 或者總務長去問一下 那很多校長去的時候 校長去的時候 這個委員 委員就來跟你講 那他很客氣啊 他說我有某某校長 你辦學績效很好 什麼什麼 把你稱讚了一人 然後再跟你講 講說 但是這個教育部對你們學校 真的很 很不夠意 然後他就幫你罵罵教育部 說教育部都不罵 然後是說什麼 給你們的經費都不夠什麼 然後接著他就跟你講 沒關係這個我來幫你們爭取 教育部有個什麼權利 我來幫你們 你計畫我這邊也幫你寫 有沒有夠好 很多校長都會感激的痛苦流淋 這麼好計畫也不用我寫 然後他立委也幫我去爭取 那結果怎麼樣 比如說 我幫你把這個什麼 這個日光燈這改了 節電的LED燈什麼 那就幫你 計畫也都不用你學校寫 你只要學校 他寫好你學校幫他提出 像教育部 然後他也幫你跑教育部 那比如說這個 這個某一項改善的設備 什麼樣 比如說要一千萬兩千萬下來了 那很多校長還會 那個如果校長比較高一點 會覺得這個委員真棒真好 你看還幫我們學校 但是問題是什麼 他沒有想到 這個經位下來了以後 這些廠商 他就給你介紹廠商 這個廠商這個一千萬的東西 如果說我們學校自己 搞不好兩百萬就可以做好 結果是怎麼樣 花了一千萬 那結果我還想說 那其他中間的錢是到哪裡去 然後真的想起來 那我們當校長的不是 我們學校不是變成他的什麼 他的洗錢中心吧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說像這些支出的時候 這種支出的話 就是說要給他注意到說 這個有很多行政單位也有可能搞鬼 立法委員也有可能搞鬼 他們這些目的 是做什麼東西 這點的話 就是我們在預算審查的時候 有的時候也是要注意 這個錢有的時候很糊爛的話 這個也是要注意一下這個 這個後來像這個的話 後來我們在開大學校長會議的時候 大家一聊 你也有接到同事 他也有 大家都接到 不過就是說 這樣子的委員給人家的感覺 就是說評價就很低啦 當然他可能這樣會賺很多錢 但是問題是 那再來第八個的話 就是各種考察或者會議的會用 必要性是不是有合理啊 這個考察會議的會用 有很多的考察或者是會用 是不是有必要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說 我們這裡有沒有台東來的啦 這個其實不是這種 只是很多時候 我們還曾經有個台東的一個縣長 那一天到晚都是在什麼 他的任內一天到晚都在出國考察 真的有這個必要嗎 甚至連颱風來的他還在外面考察 這個 這個所以我們的預算裡面來講 這個 雖然看起來來講好像 但是這個考察會議的必要性 這個也是我們可以要 是不是要合理啊 好那第九個的話 就各機關或所長的小金庫林立 因為我們剛才有講講說 預算來政府公部門的經會 你預算一定要經過審查 經過立法院的監督你才能夠用對不對 那你知道說要經過立法院 既然有人監督的話 他是不是錢就用得比較不方便 所以有很多的機關很多的首長 他就希望什麼自己有小金庫 那這各種的小金庫的話 其實我們現在還各種小金庫的林立 我就舉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像 我們台北的那什麼 故宮博物院有沒有 故宮 故宮來講故宮是隸屬於哪裡 故宮來講他是隸屬於教育部 對不對 其實他故宮他的很多的經費 所有的經費 應該來講 都是應該要編在教育 屬於公家單位要不要 但是故宮裡面來講 我們知道說故宮他們 有販賣那個什麼 那個紀念品 這個紀念品的話 像這幾年很夯的什麼 那個紡製的那種翠翼白菜 有沒有 你們有沒有去看過 那個故宮那個紀念品 那個一個好像1000還1200 那個聽說銷路還很好很多 而且這幾年大陸課也來很多 對不對 故宮每天課 那個像那個 翠翼白菜來講 那個銷路很好 那一個如果說給他算1000多 那個成本一個大概是兩三百塊 應該就可以做了 那利潤有多大 那利潤很高 但是這個他賣的很多利潤也很高 照理講這個錢 是不是應該要結繳到政府的國庫裡面 沒有 但是他們把它設立一個什麼 那個是 由什麼 由他們故宮的什麼 員工消費合作社在賣 那你知道 員工消費合作社 我們知道說 一般我們的印象中消費合作社應該是一個 很小的吧 是一個服務的性質 還有這個 這個大概 像學校的什麼 私生消費合作社 大概那個規模就賣一些 筆記本 或者賣一些小朋友吃的這些 這些零食或早午餐這些三明治 大概應該規模最多 是不是就像一個什麼便利商店 一個7-11這樣子 是不是就夠了 但是你看 他一個消費合作社 可以賣那些什麼 故宮的這些 這些藝術 不是藝術品 他那個算是說紀念品 紀念品的話 你看那個錢有多少 他就是像這種的話 他就是一個 要設一個什麼小金庫 這個錢留在他的消費合作社 那以後來講所長這個錢 我可以做各種的公關 可以做各種的應用 就不用經過那個 所以我想我們基金來講 這個 這也是一個很多這些 我們在審查的時候 常見的一個 這些缺失啊 當然我一直在講 缺失是我們講他叫做缺失 搞不好是他們故意的什麼 的美感 那第十個就是追加預算 特別預算常態化 我們知道說追加預算 特別預算 這些預算應該 本來為什麼要 這個追加預算 特別預算的制度 就是說我們很怕 突發的狀況 或者是臨時的狀況 我們總是要一杯一筆錢 這個比如說像 前幾年的921大地震 我們知道921大地震 會發生之前 有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一發生的話 但是一發生的話 你知道要救災要震災 是不是馬上要花很多錢 那這個錢的話 你要用這個什麼 追加預算用特別預算 合不合理 合理 但是你給他看 現在我們很多行政單位的話 每年他的追加預算 特別預算每年都用的很多 那把追加預算跟特別預算 都已經是變常態化的在支用 這個對不對 這個就不對啊 這個是我們知道追加預算 特別預算 其實他在使用應該符合什麼 緊急性或突發性 或者是重要性的 你才要 你如果其他正常的這些支出 你應該是回歸到什麼 一般的預算制度裡面去編列啊 然後這個是 我們說馬上常態化 這個是不對 然後除了這個不對以外 另外還有一些更可惡的是 說怎麼樣 這中間搞不好還有很多的弊端 就在這裡啊 這個有很多單位他會怎麼樣 他在正常預算的時候 把你編一個 比如說金額很小 而且是說讓你去審查 你都認為說 這個一定要做 而且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他會編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支出 那你把它通過了以後 這個做了以後 然後他就要開始來追加預算 比如說原來的預算是1億 他現在追加預算要追加10億 然後呢 你說為什麼當時你不做 當時為什麼為什麼 就是做了啊 我們台灣話說 頭就洗下去了 看你要做 你如果你錢再不給他的話 那你前面投入的那一兩億就浪費 你就會被罵啊對不對 那你知道那個什麼 硬著頭皮讓他繼續 那把這個什麼追加預算 什麼再把它 這個是有很多行政單位 他會玩這樣子的一個花招啊 所以我們有時候在預算審查的事 有時候固然是黃不勝黃 但是我們要注意啊 就是說他這個完了以後 後面會不會有一些什麼 這個只是剛開始做 做了以後後面還一大堆跟著 就是要你來買單的東西啊 這個是說我們在預算編制 行政單位常有的書師 當然不只這些啊 我只是說因為我們上課的時間 我就限制 我不能跟大家講太多 我就列了一些 我個人認為比較重要的這些 跟大家實相跟大家說明一下 好 那我們接著再來看的話就是說 我們他們行政單位有可能的書師 那再來我們立法院在審查的時候 的實務上是什麼樣子的 審查的實務來講我們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預算審查它是一個法定的一個工作 是一個政策 所以它一定要有法源依據啊 那審查的期間啊 是在什麼時候審查期間啊 那審查的種類啊 你審查你是什麼樣子 你的目的是什麼目的啊 那執行單位跟重點 還有查核原則跟處理階段 我們分享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時間關係我們就很快講一下 好 我們預算審查它是一個法定 要一切其實也是要 那它的法源依據最主要就是 預算法跟中央這樣預算審查程序啊 這個是我們的法源依據 好 那審查時間的話 好 審查期間的話我們可以分成 一個是說屬於行政院跟所屬機關的審查啦 好 那這個是各部會的預算 通常在年度開始的時候 好 那當然還有什麼 作業基金跟事業單位啊 好 我們我們剛才也有講過 其實我們政府有很多的政務的推動 不是只有公務單位 它還有透過這種作業基金 或者是這個事業單位 比如說像國立大學 像學校 學校來講它 學校不屬於 但是學校的預算 像國立大學的預算 要不要 立法院要不要監督 也是要監督 也是要審查 好 那審查的時間來講啊 通常我們立法院有兩個會期啊 每年度有一個會期是2月1號開始的 好 這是第一會期 好 那到6月5月底的這第一會期 這個會期通常都是以審查法案為主啊 那第二個會期是什麼 就是9月1號到12月31號 這個會期最主要是以審查什麼 審查這個法案啊 對 審查預算啊 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會期來講 你如果不審查預算來講 下一年度的預算 那個公務單位就沒有辦法執行這樣 所以通常第二個會期啊 那我們這個審查的時間 通常是在會期 第二會期的中後段啊 所以說現在來講 這幾天 行政單位把預算書 送到這個立法院來講 各位可以看到報紙或電視上 有些委員說 收到預算書 他說 有什麼問題什麼問題 其實那個 目前來講 是爭取媒體曝光 跟給行政單位預告以外 基本上對 現在講的對行政單位 是沒有任何的耶穌力 或實質意義 這個預算審查通常是 這個會期可能要到10月份以後 10月份的下旬開始才會進行審查 所以那時候才會開始有這樣 那審查目的來講 在審查來講可以分成兩個 一種來講我們可以說 策略性的審查 另外一種是專業性的審查 我預算審查 策略性的審查來講 通常是以政治性的考量為主 這個比如說像台聯黨 我們反對 這個我們的政府 一直要跟中共結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就把陸委會的這些兩岸的交流 或者是會用全部把它刪除 這個純粹是一種什麼 這樣子的一個審查 這樣子的一個 純粹是種政治的表態 我們就是反對這樣 需不需要理由 不需要理由 所以這是什麼 策略性的審查 那另外有一種是什麼 專業性的審查 那這種來講就是以快審法規跟查核技巧為主 我為什麼要把你這個經費刪掉 這個是因為你跟這哪一個法規不符 或者是你這個跟哪一個的 預算的編制的技巧 我發現你有什麼問題 這個是我們審查總類有大概可以分這兩類 那預算審查的執行單位跟他們各單位的重點工作是什麼 我們知道說預算審查 我們都說預算審查 預算審查立法院要執行預算審查 那預算審查由誰來查 其實在實務上來講 預算的審查可以有三個單位來 一個當然就是立法院的預算中心 立法院的預算中心是一個公務單位 是立法院編制裡面的一個什麼 的一個單位 它是代表立法院來審查行政院的這個什麼 的預算書 那立法院的預算中心的話 裡面的成員都是公務員 他們是編制內的公務員 所以他們審查來講 因為他們是公務員來講 所以說他們是代表立法院來審查 但是所以 第一個可以有在做預算審查 就是立法院預算中心 他們是公務 立法院的編制單位 他們是公務員 他們強調的是中性審查 政治性的較低啊 他常見的審查意見就是什麼 比如你這個單位的影印記太多了 這個什麼業聘僱人員比例太高啊 什麼財務結構不良等等 這些的話 這些問題來講 很多都是結構性的問題啊 你提出這樣子的問題 其實行政單位也很容易就幫你解釋 例如說 你說我這個某某單位 你業務人員太多 他就給你回答說 這個是什麼 配合什麼人力精簡方案啊 什麼樣 欲缺不補所產生的 所以這些問題 很多都是結構性的問題 你把它找出問題 他就給你回應 但是問題是回應的問題有沒有解決 還是沒解決 所以這個每年度 重複發生的比例非常高啊 那這種的問題來講 其實有沒有用 其實這預算中心 他每年就會列出他們的審查的這些意見 他們會有個list出來說 有什麼問題 那這種問題的話 適合是給什麼 給一些委員 有一些立法委員 他說實在有一些立法委員很忙啊 他說明事業很多 或者是說他整天都 選區的紅白帖 他也沒有在做功課 但是問題是立法委員 你上去質詢的時候 媒體攝影機在那邊 你能不能夠說 你都不講話 不講話 人家會講說 你到底有沒有 你到底領薪水有沒有在做 所以像這樣子的立法委員 這種題目就是 只適合給這種立法委員 那他們就是反正 預算中心有列出幾個問題 他就去那邊問的時候 把他問一問這樣子而已 但是這種的話 這種題材 把無事讓 有些立法委員 沒有做功課 或者他沒有適當題材 而把他 這預算中心的問題拿來什麼 充數的情況使用 問這種問題 其實對政黨 或對委員個人的形象 其實加分並不大 這種純粹是應付說 你立法委員 你立法委員 你也是有問題 但是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 不是你的問題 這是預算中心他們 所找出來的 而且這個我剛才講的 這個 都是比較中心 都是這種結構問題 那執行 預算審查 除了立法院預算中心 另外還有一個 什麼 也有在做這個 預算審查 就是立院的黨團 目前立法院的黨團 規定的話 你要有三席的立法委員 以上 才可以組成一個黨團 目前立法院有黨團的 就是國民黨黨團 民進黨團 還有台聯黨黨團 三個黨團 親民黨本來有三席的立法 後來有一席被匯嫌被取消 所以親民黨現在剩下兩席 也沒有黨團 那其他的五黨的 那個小黨更是不要講 所以三個立院的黨團的話 他們也 黨團也可以 也有在執行這個 預算審查 那黨團的 預算審查的話 他們通常是以黨的立場 來檢視執政黨的施政報告 就整案 他通常他比較不會就幹 他就整案來進行審查 例如台聯 黃隊 麻正 親中正正 他可以審算的時候 他就把他太高的宣傳一下來刪除 這個是一個 那另外來講 比如說 像美牛進口案的時候 全聯的時候 那個國民黨後來執政黨是 還是把那個案子通過了 通過了以後 台聯黨還是可以說 黨團還是可以把 你這個案子通過 但是你要執行 你要不要錢 當然你還是要錢 那我可不可以 我把你的經費全部都刪除 你案子通過 你可以做 但問題是你沒錢也做不了 那沒錢做不了 你把它刪除 當然國民黨 他們一定也會想辦法 再推翻 讓這個錢又讓它恢復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可以讓你比較沒有辦法 順利的推行 而且是什麼樣 最少在那邊法案表決的時候 我輸你 但是我另闢戰場 跟你再炒一架 或什麼來表達我們的立場 這個就是一般立法院黨團 他們在預算審查的方向跟方法這樣 那另外第三個 也在執行的單位就是委員個人 那委員的話 可以就個人關心的議題來 就這個細部的審查 比如說X法或者什麼 像我個人來講 我本身我來自於教育界 所以我個人我可能 這個教育的預算我會多花點時間 這個是很天經地義的事情 那有的委員來自於當律師的 他可能會對司法的預算會比較好 所以我想這個就每一個委員 對他的背景 他比較熟悉的 或者是他比較有興趣來進行審查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審查原則 那你要怎麼審查 立法院的審查大概不外乎有這幾個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說 合法性啊 你預算來講 你政府編的你有沒有合法 這個是基本的要求啊 你我們知道說 你預算來講的編列一定要合乎法 你如果不合乎法律規定的話也不行 所以我們通常我們第一步也可以 會要求我們的助理去看一下說 他編的預算跟法規是不是相符啊 第二個來講我們是合法以外 我們要看你合不合理啊 合不合理的話我們會來解釋說 你編的跟你的施政計畫是不是相一致 比如說我們的行政院長說 我們今年度我們要照顧弱勢 那可以啊 這是你說的 但是你真的有沒有這麼做 我就把你的預算數拿來看一下說 我們今年度的社會福利支出有沒有增加 或我們這個中低收入的補助有沒有增加 如果沒有的話我就可以說 那你的施政方針跟你的預算是兩回事 或者我就可以來質疑你啊 第二個來講這個是比較專業的 我也可以進行分析性的複合程序啊 因為我們知道說我們會計上來講 有些科目跟科目之間有它的關聯性啊 比如說你今天你跟我講講說 我們都什麼樣子 我們公司都沒有負債 這是你說的啊 對不對 那我相不相信 我去看一看 搞不好我看到 你跟我講講說你都沒有 但是你都有利息支出 你沒有負債你為什麼要有利息支出 是不是你說謊 對不對 那再來的話我也可以 我可不可以去看一下說 你這個位有沒有這些固定資產的處分 有沒有固定資產減少 我們知道說你一個單位的固定資產 處分的話一定會產生固定資產的處分損益 除非你是完全按照帳面價值賣掉 你如果說你帳面價值100萬 你給他賣150萬 你中間有50萬的什麼的利益 那你有沒有呈現出來 你如果沒有呈現出來 我可不可以去注意說 你這個處分固定資產的利益 是不是跑到個人去啊 所以類似像這樣的話 我們可以用這種分析性的複合程序來加以查額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趨勢分析或跟利點來比較是不是合理啊 因為我們知道說 這些經費預算來講 其實他有他 你通常以前有的支出 今年是不是合理或怎麼樣 可以比較 那另外是一個結構分析啊 你可以 我們知道說 某一項的支出 跟他的一個經費之間 一定有一定的比例關係啊 那我們可以來看說 你所佔的比例或百分比來判斷 比如說你這個公關會大概是只有3%5% 你不要說今年突然變成8%10% 那這個就有問題這樣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說 除了合法合理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政治性啊 合理性 合理性 政治性的話 大概我們會考慮到什麼 這羽情的反應啊 比如說像最近來講 我們這個食品安全對不對 這收水油這麼嚴重 那今年的衛福部的預算 我們要不要什麼 要不要讓他做一些處理 對不對 你的檢查會用 你錢都花到哪裡去啊 這個 這個語論語情的反應啊 那第二個就是什麼 政黨立場的主張啊 就像剛才我講的 每一個政黨有每一個政黨的主張嘛 那像台聯主張 是反對心中對不對 那你可能 我就是要把你的這個什麼 入委會的宣傳會把它刪除掉 為什麼沒有為什麼 只是這是我們政黨的立場 那當然地方需求啊 地方需求的話就是 尤其是一些區域的立委 他總是要幫地方爭取一些預算 或者是表達一下 因為你如果不這樣做的話 你下次要不要選 對不對 你一定要說 比如說我是彰化選出來的 我要不要幫彰化一些 彰化地區爭取一些預算 因為如果說我都沒有的話 下次人家講說 某某委員我們選你做什麼 所以這個的話 有些尤其是區域立委選出來的話 他們會考慮到什麼 地方需求 那第四個就是什麼 委員個人的需求 我們知道有些委員 他有特殊的背景 他搞不好是什麼 浩子立委什麼立委 他背後代表的是銀行 浩子或某種產業 那他可能個人的需求這樣 那我們除了知道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是說 那處理的原則 我們知道說 這個立法院來講 預算來講 也是稱之為預算案 其實也是法立案的一種 所以預算案的話 也是一樣要經過什麼 經過三讀會 那三讀會 第一讀會的時候 這個時候通常 立法委員的話 也要提供出 足夠的預算案來凸顯 他自己的黨的委員的努力 跟他擴大影響 因為你如果說你委員 你都不提 預算案你都不提的話 那行政黨員會最高興 會最感激你 但是怎麼樣 會最不怕你 對不對 因為你對他沒有威脅 而且你如果說 連預算案你都沒有意見的話 人家會想說 那你到底有沒有在做功課 有沒有在用功 所以這個委員來講 一定要在這個時候 一定要提出有 制度的這些什麼 足夠的預算案 但是也不要提得太過於忽爛 以前曾經有個立法委員 他這一個預算 他一個人就提了什麼 一千多個案子 那一千多個案子 你知道說 這個被人家罵死了 就是什麼 他一千多個案子 反正他各個行政單位 他就發通知 那來的話 只是把你找來 跟你談條件 那其實這樣子也並不好 結果這個委員 也被 被議論媒體也批評了很多那個 會被操作的時候 跟行政單位談條件的行為 所以一讀會的話要有足的 但是要適度的多量 那二讀會的時候 很多案子到二讀會的時候 都是什麼 大部分都是在政黨協商的時候 有些案子根本是 預算案都要討論完了以後 那大部分的案子來講 應該是要在二讀會都獲得的處理 這個就是我們的二讀會的時候 那三讀會的時候 就是我們要把預算案做成定案的時候 那預算的定案大概有 其實兩種其實應該是三種 一種是刪除或者是統刪 第二個是凍結 那這個不管是刪除或統刪的話 一般人可能會以為說 我把預算刪除是行政單位最怕 或立法院最大的潛力 其實不是 你把預算刪除固然是很多是什麼 是行政大陣 但最在意最怕的 其實要注意 有時候行政單位 你把他刪掉了以後 他有些事情他懶得做 或不想做的話 最好你把他刪掉 他省得做 他可以怎麼樣子 他可以把說 如果以後人民在罵的時候 他說沒有 我這計算被 我這金會被立法院刪掉 不是我不做 他就把責任推給你立法院 所以這個刪除的話 理論上是 應該是好像是 對他們是行政單位 是最嚴厲的處理 但是其實有時候要注意 有時候是反而是 幫他們解套 那你說好 那我就不要全部刪 我就統刪 比如說 所謂統刪就是說 你這個單位來講 比如說教育部 我就可以統刪5% 10% 這個的話 他不能把它推出 他沒有機會 但也還是要注意說 你把它統刪 會不會回去變成 這些機關所長的話 因為你把它統刪 他也不會說 下面分配預算 各單位評券 他搞不好會下去 他可能機關裡面 有他喜歡的部門 有他不喜歡的 他就把那些什麼 被統刪的全部丟給什麼 塞給那些他不喜歡的 變成增加這些機關 首長 他的這些解檔銀派的空間 這個控制好物的這種空間 這也是要注意 那另外第二種的話 就是凍結 我個人認為說 凍結的話 是行政單位 最什麼 比較害怕的 就是說你這個金會 我不給你刪除 但是我給你凍結 凍結等到什麼時候 等你報告說明完了 我再解凍 這個情形之下來講 行政單位 他還有執行的義務 但問題是說怎麼樣 你凍結了以後 你在說明報告解釋 搞不好是三個月半年以後 那他還是要做的話 會怎麼 會壓縮到他執行的期間 所以這個來講 這個我個人認為說 如果說你立法委員 立法院要來控制這個的話 可能是 凍結是對行政單位 是比較有殺傷力的 剩下這個幾分鐘 最後做一個解議 這個大家都在講講說 理性預算 看這個立法院常常 但是問題是 我們上課 我們可以知道說 預算審查來講 它本身是很專業性 而且也是很充滿政治性的 角力的一個結果 所以說 我們很多人大家希望說 是一個理性 但是事實上 理性預算有人想說 它是一個天荒夜台 可能嗎 這個是 有可能是這個 那第二個來講是 也有一個 預算審查的一個是 我們每一年 花那麼多的時間 有很多的預算 它是每一年重複的 我們可不可以說 只有重點來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見真的 只有真額的部分 我們再來審查 這個叫見真預算 但是這個中間有一個迷思 你固然審查的效率 這樣是有效 但問題是 其實現在的這個 學理論上 學術的理論上 也另外有一種 靈機預算 因為你如果說 只有正見真的話 那會不會讓行政單位 它為了 要讓它維持以前 它每年錢沒有用掉 它把它消費 消費掉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迷思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 有志天書難把關 這個我們以前讀小說 尤其是武俠小說 那種武功高強的 都是得到一本無志天書 無志天書怎麼樣 很難看得懂 一定要有言人才看得到 看得到才看得懂 那預算來講 我是認為說 它不是無志天書 它一定是有志 但是我把它稱為 它是有志天書 因為它有志 但是對一般人來講 其實它還是 不是那麼容易的 簡單的看得懂 所以說 這個講到這裡 我就突然覺得說 很佩服各位 這個有興趣來聽 這麼枯燥的預算審查 而且用這麼短的時間 能夠說來這個 那當然我除了佩服各位以外 我也更崇拜我自己 我想說 既然我有這個勇氣 兩個小時 來跟大家介紹這個預算審查 這個也是真的是認為說 這個怎麼可能把這個什麼 這個預算這個問題 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 來跟大家做這樣的說明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最後結以留下這三個問題 其實也是一期中 應該是要留 只是做 這個是其實要再講下去 還有好多 但是因為 對各位來講 可能這一部分 是比較不是那麼實際上的需要 只是說把它留一個 做大家以後共同思考的一個話題這樣子 然後我看我們的 真的也差不多到了 這個以前我當老師以後 我真的我有個心得 上課遲到 我都覺得 學生一定會跟我說 老師你不要急你慢慢來 只差沒有說 老師你最好不要來 但是下課的時候 如果說沒有準時下課 我會發現說 學生好像怎麼都開始坐立籃籃 這樣 一開始我還是真的覺得說 很不能釋懷 但是後來我漸漸想清楚了 因為怎麼樣 因為學生人家 他們還有下一節課要上 他們還有 所以有的要去打工 有的要去補習 你老師很熱忱 你一直講 但是你會影響到別人的 所以我就比較釋懷 所以我就一直要告訴自己說 以後要怎麼樣 要準時下課 那我們現在剛好距離下課時間 是剛剛好 我們是到十點鐘嘛 好 那我想我們今天這個課程 就到這裡段落 很謝謝各位同學的聆聽 謝謝